大家好,我是黄绍婷 我仍在国外,特别向大家报平安 对于这一两天国内的新闻 在此我要向大家报告与声明 26号出国是早就规划好的行程 机票便早已经买好 26日上午按照计划 到小港机场搭机出境 绝对没有外界所谓的有检调泄密 或者是本人畏罪潜逃的情势 请外界不要再以而传而击非成事 昨日飞机落地之后 得知服务处被搜索 少廷也在第一时间主动联系 侦办的检调人员 告知我的行踪 并且告知我的来意 取得谅解之后 我承诺会在这一两日 事情办完之后 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国内 主动到检调说明案情 我要在这里严正声明 少廷从政这十几年来 助理费一切合法 没有所谓的福报助理费 或者是公费进到我个人的口袋当中 所以在此 我希望我们的检调单位 我们的司法单位 能够查明清楚 才不会抹杀 认真问证 与服务市民的名代 及团队 他的清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